因为很多高僧大德的演说 他们也是用真实的感情 才能感染别人的 很多高僧大德他们的演说 为什么能够说得好 它并不是靠一种技巧 而是它靠一种内心的 实在的那种情感 它着急 它希望大家都学佛 它知道佛法好 念经能够让别人改变 这种真能量和正能量 都能够感染别人 所以真正的 当我们遇到难过的事情的时候 怕身边的人担心 或是出于其他的顾虑 那个时候我们不会用真诚的心出来 会假装很开心 哎呀 我家里的事情不要给他知道啊 知道很难为情的 假装很开心 哎呀 没有啊 很好啊 你这种虚假的情绪 你就不会传染给别人 因为别人知道 因为别人不会因为你说几句话 就相信你 你就不能把正能量传达给他 所以师父叫你们度人的时候 经常要记住 跟别人说真话 用自己内心真实的体会 去感染别人 传达自己对佛的真心 的感恩 所以有的人虚情假意 并不会让对方感到真正的愉悦 很开心 不可能的 你跟他讲假话 哎呀 你真好呀 哎呀 我一看你啊 越活越年轻了 你怎么这么年轻 他知道啊 我不年轻了 不是说你年轻 我就年轻了 因为你说的是假话 不能感染他的 只有真话 你看有些人讲话 哎哟 你看看我们都老了 哎呀 你也老了 我也老了 但是我们的精神很好 我们学佛呀 你看感染力来了吧 对不对啊 所以除非你自己发自内心的 真正的开心和欢喜 否则对于 激活他人的情绪 毫无意义 你看 很多演说家 他在演说的时候 他讲了半天 人家打瞌睡 为什么 他讲的都是自己要讲的 而不是别人要听的 一个好的 度人的人 大慈大悲 能够弘扬佛法的人 他讲的不是自己 他讲的是别人的心声啊 因为他心中啊 充满着众生 而不是充满着自己的自私心 要我把这件事情推销出去 我把这件事情要说明白 而是他想到别人会有什么想法 应该 别人众生 他们希望得到什么 他才说什么 这样才能激活别人的情绪 所以在心理学上讲 如果你确实遇到了烦恼的事情 你还不如直接的将负面的感情把它说清楚 就直接跟别人讲 我今天碰到烦恼了 我很不开心啊 别人还能帮助你 如果你强颜欢笑 还笑嘻嘻的 其实心中很苦 还要跟别人 跟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说 哎呀我真的很好 虽然这件事情发生了 其实我也很想得开 我怎么怎么 别人不会因为你说 临时感受的那种虚假的欢乐 给他带来任何一点点的快乐 所以这师父告诉你们 学博人 有的时候要学会 用自己的心去体验和体会别人 那你会获得无上的智慧 那无上的智慧 那么多行善 你一定会有智慧 你最后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